我有点饿了 你想吃什么 面 面 女孩子不都喜欢吃什么 日料出来的吗 女孩子 那是什么 我就要吃面 热腾腾 有汤 有肉 有鸡蛋的那种 如果世界上 有一种性别是爱吃面 那我一定是那个性别的 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啊 你就干目地地了 好嘞 收到 一会儿想去干吗 回基地排位 今天没有训练赛 不想打游戏了 要不我们去看电影吧 票已经买好了 你陪我去 走 为什么你还继续不开的 忘记 想你 感觉想我的家 你再有什么样的 我们终于带预处 你再也不开 你终于 但你还不能够 我们终于带预处 我们终于带预处 不好意思 你干什么 跟做贼一样 要是被发现的话 那就 你已经打了三分之一 连赛入微赛了 还没习惯自己是个公众人 要经常暴露在公众事业 这件事吗 第一次让你躲在我身后 是为你刚入战队 第二次就没那么好运 凭什么 你要学会自己适应 这是最基本的 先适应做一个公众人物 再适应自己 不被舆论左右 你的教育方针 难道不是少搞事 好好做人吗 你之前是这么教育我的呀 就算你做到了 也会有人讨论你 昨天直播间就有人说你胖了 真的吗 你看 又被舆论左右了 你胖胖你自己不会上衬啊 等你哪一天做到了亲口跟他们说 我没胖是你们瞎了 就代表你不严了 怎么当职业选手都这么累啊 一代皇冠必成其中 观众人物 你们把小猫带进来了 这里面很凉的 小奶猫很容易生病 生病起来的话 照顾很麻烦的 好好看电影 这许泰伦好心机啊 电影还没看完就跑了 那里好像有粉丝啊 我去趟洗手间 你真是没什么长见啊 许泰伦肯定是知道有粉丝 故意套路你的 我先躲起来 我说过这种事不会有第二次 诚哥 诚哥 你是在和笑容约会吗 他怎么也在 还是你们整个战队都在 怎么躲起来了 是害羞吗 天哪 你们不会真的在约会吧 网上说的刚开始我还不信呢 你看过来 谁也不信啊 大家好 我是GGDX的中单笑容 标准地接受了MVP采访时用的台词 你们别笑了 她脸皮子本来就薄 好不容易才舒服她 陪我看电影 诚哥 就你们俩吧 嗯 是 我觉得这肯定是 我在靖川阳这场微博上 经常看到有人讨论你们 所以你们是真的在一起了吗 我们 我们是和谐队有关系 纯属巧合出来看电影的 哦 哦 这有关系啊 哎 哈哈 嗯 嘿嘿嘿嘿嘿 今天干吗去啦 买鱼呀 买鱼买一天啊 嗯 真当我是傻子 对 我们确实还去看了电影 你喜欢的黑寡妇 给你剧透一下 我不 来吗 我不我不 不要剧透我的私家驴 韩讯 什么 对啊 粉丝送的 特别可爱 谢谢 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电影院 看电影 你肯定是认错人了 我刚带着小猫 回基地 今天下午 一直在用小号打牌位 不行啊 你问我队友 是啊 她下午一直在基地打游戏呢 再说了 电影院那么冷 小猫吹了冷气 肯定会感冒的 我可舍不得 我可舍不得 你去把那个基地的空调关了吧 小猫吹多了冷气 会着凉的 没事 估计是吹冷气吹多了 有点冷 这不是DQ法尔战队的许泰伦 你看她干嘛呀 下周不是跟他们打比赛吗 提前了解一下对方战术 哦 怎么了 这个许泰伦真的太讨厌了 不是个好人 我讨厌他 哦 你们这一帮打电竞的男的 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你若智吧 关我什么事啊 我讨厌你 你每天啊 你快要快去 我将来 这两个人在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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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间点不正好是一张照的背影 明明也是万太一筹 抢上电子钟的时间也对得上 我和诚哥去买金鱼 买完时间还早 就顺便去看了电影 又没有人规定 电影只能情侣去看 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 谁会这么正大光明地去电影院 等着被你们八卦 至于你们说那别队打野 那我就不清楚是什么情况了 毕竟电影院人那么多 不过 确实是有几个人 是等电影开场的时候 才摸黑进来的 至于是谁 你那么好奇 你怎么不自己去问他 笑容老阴阳湿了 明显在内涵转的吧 要我说啊 他跟成亏肯定有一腿 拿泰伦哥当挡劲牌的吧